秋雨震震 余地龙觉着这个师父就像是一个跑来打秋风的无赖 孩子没敢进屋 蹲坐在门槛外的台阶上 抬头望去 屋檐下挂着一张青黑色的雨幕 噼里啪啦砸在地面上的雨水溅在裤管上 余地龙轻轻叹了口气 突然有些想念那个背着大木剑侠的姐姐了 听到细碎的脚步声 余地龙转过身 看到那个不知道该寒姐姐还是疑神的女子拎了两条小板凳 一条放在她身边 一条她自己坐着 余地龙犹豫了一下 还是坐在板凳上 规规矩矩正经为坐 目不斜视 在此寡居的裴南伟看着孩子的刻板坐姿 轻声问道 你是做什么的 余地龙很认真想了想 腼腆说道 是我师父的徒弟 余南伟被逗笑 难不成还能是你师父的师父 余地龙微微张大嘴巴 有些脸红 余南伟不再说话 跟着这个孩子一起望着院子里的泥泞 自言自语道 本来该铺上石板的 才从燕窝子里挖来的十几斤花泥 就这么给浇没了 余地龙听着他的碎碎念 也不觉得有多烦 兴许自幼便是孤儿的缘故 余地龙有种陌生的温暖 两人身后传来嗓音 吃饭了 小方桌那边 徐凤年已经端上饭菜 也摆好了碗筷 余南伟和余地龙拎着板凳走入屋内 余南伟跟徐凤年相对而坐 孩子思索了一下 没敢上桌吃饭 只是捧着碗坐到门槛上 继续看着雨水砸在宁宁中 这一刻 打从济世起就念想着长大后要攒够造房子前的孩子 打定主意以后如果要造 就按照这个院子的模样 还知道回来 嗯 出去做什么了 是一统江湖了 还是杀了黎阳皇帝 或者是踏平北莽了 这倒是没有 不过你没听说消息 一个市井百姓 该听说什么 出去跟王先知打了一架 侥幸活下来 然后去了一趟东海武帝城 取走了所有兵器 回北梁的路上遇见了吴家见种的太老爷 在清凉山带了不到一天 就跑去梁州北边 最后就坐在这里跟你吃饭了 真是忙 就是没怎么挣到银子拿回来 你缸里还是上次朱正丽扛来的那袋子米吧 吃得这么少 可也没见你瘦了 接下来又到了养秋彪的时节 你悠着点 瘦了还能穿旧衣服 不过就是宽松点 胖了那就得多出一笔开销 啪 一声众响 于帝龙赶忙转头望去 看到他把手中筷子狠狠拍在了桌上 毕山县县衙已经停了你的俸禄 我月出去拿过 他们不肯给 还说你无故告假 跑去武当山散心 燕之郡太守听说后大为震怒 好像要罢你的官 再去拿一次试试看 你确定不会白跑一趟 拿不到就算了 反正月凤还不到十两银子 啪 这次是拍碗了 于帝龙突然有些想笑 之后 徐凤年洗过了碗筷盘子 出乎于帝龙意料 这个师父没有在这个小县城过多逗留 蹭了顿饭就在夜雨中离开 那女子也没有挽留 只是在他们离开屋子前 拎出了一顶若竹叶编织而成的雨粒和一件缩衣 却不是给于帝龙的师父 而是交给了孩子 不由分说让他披带上 于帝龙却生生看了眼师父 徐凤年一笑置之 两骑马蹄踩踏在巷弄的青石板地面上 因为是大雨夜 马蹄声都给遮蔽 并不引人注意 别看于帝龙身材瘦弱 其实根骨坚韧异常 带轻力劈缩衣 丝毫不觉得沉重累赘 只不过不合身 看着确实滑稽可笑 于帝龙回头看了眼那座院子 不知为何 孩子对北梁王府没有半点依赖 更不会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偏偏对这栋简陋院子新生清静 心底还有个不好与人言说的古怪念头 那女子若是自己的娘亲就好了 于帝龙撞起胆子喊道 师父 徐凤年放缓马素 略为疑惑望着这个眼睛很大的孩子 于帝龙集中生智 把到嘴边的话吞回去 问道 咱们去哪儿 徐凤年淡然道 武当山 我要在那边一处洞天伏地稳固体魄神器 于帝龙既然可以看出王生和吕云长的气势粗细 跟师父朝夕相处 当然也知道了一个秘密 师父身上的气势一直在下坠 简单来说 那就是师父的武道修为像是竹篮打水 一直在漏水 如果不抓紧修补 就会滴水不剩 指不定还会对篮子本身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 这也是为何楚禄山在淮阳关为何要提出五百旗护驾 死战王先知 杀赵皇朝 兵临五帝城 对敌无剑 不同阶段的徐凤年 实力都是江河约下 若非如此 无家剑种的太老爷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 在幽州和州边境上假装拦路为难徐凤年 于帝龙突然一脸凝重 转头又喊了一声师父 徐凤年点了点头 率先在这条僻静泥路上停下马 于帝龙瞪大眼睛 看到石簇帐外的那鸣不速之客 是个白衣赤足的年轻女子 按照常理 大宇直下 本该一惊湿透 可双脚离地几尺 衣媚飘飘 身后有白红结成一尊无上玄妙的宝瓶身 如此一来 她散发出来的光辉 就像是一轮降临人间的满月 于帝龙顿时如灵大敌 女子这份气势 虽然不如那个沃残眉的北梁骑军大统领来的刚烈骇人 但是要更加优身绵长 徐凤年面无表情盯着这个一路简陋的南海观音宗练器天才 他先是在幽艳山庄湖上强行顺手牵羊掳走了白饼长剑 后来在神武城外坐山观虎斗 大概是想着浑水摸鱼 不曾想寒生轩突兀死在随斜骨的借鉴之下 她没能成功吸取自己死后溃散的气数 随后不见踪击 但是在她战胜王先之后 这女子就开始吸纳自己不断流失的契机 若说养秋彪的本事 天底下可没有哪个老涛比得上这位绰号卖探妞的娘们了 只不过徐凤年当初跟南海观音宗纳老玉有过一桩约定 对方还算客气 徐凤年就没有刻意阻止这女子的偷窃举动 世间人人自有恶业浮原 徐凤年也没觉得非要独占江湖气韵 只要不招惹到她头上 那么是这位跟王生一样天生健胎的古怪女子机身剑仙 以此成为武林魁首 还是轩辕清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拔得头筹又与她合观 麦探妞获得徐凤年遗失契机后尤为如鱼得水 比起幽艳山庄要高出太多境界 现身后跟徐凤年对视 嘴角勾起一个居高临下的玩味笑意 伸出一手在身前抹过 如铺展开来一幅由天人执笔的锦绣画卷 在麦探妞手下出现一格格栩栩如生的飘渺身影 有东海打巢的魁梧老者王先知 有千驴拎桃之的邓太阿 有举其不定名神长考的西楚官子曹长青 有满袖红丝飘摇的人猫韩生轩 有与青鸟几分相似的持枪男子 有副手遇见而行的李纯刚 这幅人物长卷画有大概四十几人 无疑不是江湖百年以来的大风流人物 图案晦暗的 是生死之人 仍然意义生辉 则是依旧在世之人 徐凤年绝大多数都认识 在长卷书展之后 他自身就位列长卷第二位 第三位是拓跋菩萨 只是那些已经逝去的人物位置不变 人间健在之人的画像则开始悄然变更席位 让人眼花缭乱 最为显著的变动 无疑是拓跋菩萨挤掉了他徐凤年的榜眼位置 成为长卷左手第二人 其中又有黄三甲的突然上榜 呈现出或明或暗的不祥景象 而且这位春秋大魔头色彩绚烂 与其他人的黑白又有不同 麦探妞抖路了这一手后 笑嘻嘻道 这可是咱们观音宗的镇山重器 既能降妖除魔 也能赤仙请神 当年我师父 嗯 就是被李纯刚打败的那位 本是该在春秋之中凭借此物大放光彩的 徐凤年平静道 我知道 是陆地朝仙徒 麦探妞嘖嘖道 行啊 徐凤年 连这个也听说过 徐凤年莫不作声 来历不明的麦探妞黑黑一笑 一根纤细手指点了点画卷榜首的人物 徐凤年 你就不想知道此人是谁 徐凤年摇了摇头 白衣女子眯起眼 自说自话 一物降一物 当年那无名道人封住了举世无敌的高树路 龙虎山天师府镇压了逐鹿山魔头刘松涛 王先知压制了李纯刚 到头来你又降服了王先知 那么你就不好奇接下来是谁客你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麦探妞唯唯亚裔忧了一声 看着画卷中凭空浮现出一个新鲜画像 瞥了眼于地龙 然后盯着徐凤年继续说道 徐凤年 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 同为吕祖转世的齐玄正和红喜相 他们的出世在世 所谈压之人是谁 徐凤年望向画卷拘手的那个画像 与其他人物不太一致 此人模糊不清 依稀可见他穿了一身如是纹衫 盘膝而坐 垂手凝视着身前摆着的一只白水碗 大概有半碗水 水面为样 一直在唱独角戏的麦探妞 不知疲倦问道 徐凤年 我问你 为何百年以来三教圣人 唯独已如圣最难横空出世 轩辕竟成姬身此境不到半个时辰 黄龙氏也是如此 即便是曹长青 也是葛将死之人 徐凤年陷入沉思 始终得不到回应的麦探妞 像那幽怨情郎不解风情的女子 一跺脚 埋怨道 徐凤年 你因我一生会死啊 徐凤年只有冷笑 心中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浓郁杀鸡 直觉告诉他 如果答应这女子一生 除非是巅峰时候的自己 否则真的会死 完成买液 simples 血液 血液 血液